我們的方法就是Windows鍵加R 然後加Cmd Enter 那你一進來的話它還是C 有沒有 C User的 裡面的User 那如果你要跳到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以前打過DOS的還OK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就要先打個D冒號 Enter到D 在CD到哪裡呢 CD到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你就要自己打 如果你要偷懶的話 假設你可能要自己打一個 Python 371-32 Enter 再一個CD CD到哪裡呢 CD指的是Change Direction 意思就是進入到那個目錄裡面去 然後你就是再打一個CD到Script 字也不能打錯 Enter一下就進來了 才能夠Pipe Install 那如果你要這樣也可以 OK 另外還有一個 如果你的那個環境裡面有設環境變數 你就直接怎麼樣 可以在這邊打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環境變數 還記得吧 我們安裝Python裡面 有沒有AddPath 有沒有打勾 強調AddPath Path就是那個路徑它幫你加了 那如果已經有加了 那你也可以不需要 你直接打Pipe Install 那Spider也可以 只是因為我這一台電腦還原過了 所以我目前的那個Path 按右鍵內容 我到進階的那個系統設定裡面 環境變數我看一下 好像那個Path不欠了 所以如果我打那個Pipe Install 它找不到 除非說我自己再加那個Path 不過我覺得很麻煩 算了 所以我剛剛跟你們講的是一個 方法裡面最簡單的那一個 而且一定不會錯 OK 至於你 反正如果說你不想進那麼多 那你就怎麼樣呢 那你就是記什麼 記剛剛講的這個就好 有沒有要放這邊 CMD Enter 然後直接打什麼 Pipe Install 那個Spider就OK了 那做完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邊有個Spider DSE 以後你就點它兩下 你的那個Spider 就會被打開了 打開之後 那你就把程式打在這邊 按一下Run有沒有 那Run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在這邊 可以讓你打東西 那你就打一個55 Enter 它就出出現 OK 那在 特別說第二次執行 還要再Run一次 所以Run第二次 假如說我Run好像15 Enter 又一個了有沒有 所以你就分別 把那個題目裡面 要的範例 一個一個輸入看看 也是一樣 只是說 它輸入的那個感覺 跟那個一個輸入 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不太熟悉 只是說 多用幾次 你慢慢也熟 所以我考試的時候 其實我很少用這個環境 只有考試的時候用一下 不過就是考前 可能你要多練 因為我無所謂 反正考試的時候 很簡單 反正就是打開它 如果你要把它題目放進來的話 很簡單 把這個拖拉進來 放開 它也會進來 比如我把它關掉 假設我要再開它的話 我習慣就是 找到那個檔 拖拉進來 它就可以開了 所以到時候考試的話 也會給你練習檔 用拖拉 或者你用開啟做檔也可以 反正這個方法蠻多的 那 關於Spy的部分 我想各位再慢慢試試看 這個環境 基本上就是陽春 但是至少還有顏色 會比你用那個祭祀本 應該會來的好一些些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把那個剛剛的那個部分完成之後 再來等一下就來看那個 204 算數運算 這個算數運算 所需要的就是說 它這邊就是要你設計一套 一個程式 裡面的話如果你輸入加減乘除 而且這邊還有儲除 還有一個什麼 這個Person Mode 剛剛用過 那要得到結果 所以會有幾個輸入 1 2 3 1的話指的是A 假設A乘上B 這個就B 最後是你要的運算值是什麼 所以這個乘這個 結果當然乘完600 你要把它輸出 那加減乘除 所以它這邊只有這個600 OK 那我示範一下 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 比如說我今天實行的 然後 300 Enter 200 Enter 乘 Enter 600 那就OK了 那其實 當然你要 比如說加減乘除應該沒有問題 3 假設300 Enter 30 20 然後再一個減 Enter應該是多少 10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是 30 Enter 6 Enter 除除 請問答案是多少 5 對不對 OK 除除完之後 取得一個整數就可以 最接近的整數 最接近的整數 所以如果今天 假如說我今天32 Enter 6 Enter 除除的話 請問答案多少 就5 就5 因為除完之後 會是5點多 那它意思是說 把那個小數點 拿掉之後的整數告訴我 就可以 OK 應該可以懂 那意思 其他的話 Mode 就不用講了 因為剛剛我們有個92 Enter 5 Enter 假設打一個person 好了 餘多少 應該餘2吧 沒錯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其實 你就要去分析 因為它要輸入三個 對不對 所以 1 2 3 那 這個是 什麼形態 特別重要 這個一定是整數 這個也是整數 或者是 當然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你就是把 反正輸入的時候是自竄 轉型 那這個的話 就不用 這個的話基本上 它就是保留自竄就可以 所以不用轉型 你不能說 把它轉成 轉成那個什麼呢 轉成數字 這個又不是數字 OK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會有 可能會有三個變數 可能是A B C A B C 然後呢 再來做邏輯判斷 如果說它是 不同的那個運算值 你就可以產生不同的結果 把它做輸出 所以特別注意 大概重點看一下 就是 第一個當然我們是A 輸入對不對 然後把它轉型 所以特別注意一定要轉型 B也要轉型 那這個 operator 也許叫OPR OK input 就不用轉型 你不要沒事 把它前面再加一個轉型 因為轉就完蛋 你就掛掉了 為什麼加點乘除 怎麼可以把它轉成 變成非自竄 那就是出錯了 OK 然後再來 會有一個answer的變數 所以上面這四個 基本上就是我們產生的變數 當然 這個變數如果不產生 好像也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將來把它丟給它 它一樣產生 所以這個answer 你至於要不要先寫 或者是做產生一個預測值 這個都沒有關係 因為以前可能寫Java 會這樣做 Java一定要做 但是如果在python裡面 運算 不過可能也會 因為它要丟 好像如果沒有預設 預設值好 這個可以再斟酌 再來的話就是如果 所以會有加減乘除 除除 還有person 分別給它不同的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都是if 後面都是alif alif OK 把最後的結果把它print出來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這一點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主要是針對那個spider的安裝 spider的安裝 其實第一個可能要注意 一定要是最新的版本 第二個的話 我們是透過那個cmd 因為我們的環境 如果你是已經有環境變數的話 你就直接打pipe install spider 它就幫你裝完了 第三個它裝完之後 你都會在那個screepers裡面 你要找spider 它變成它沒有幫你自動加到程式體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也比較麻煩 網路上我是有看到 有那個就是有點像安裝程式的那個spider版本 不過好像有點問題 剛剛下載完之後安裝 居然出現有病毒的現象 會不會有人 你用pipe install沒問題 反而你網路上自己抓一下安裝的 反而把病毒也順便幫你裝到裡面去 不確定有沒有這個問題 剛剛好像有跳那個問題出來 所以你pipe install就好了 那因為這個spider我用的比較少 我反而用eclips比較多 因為它的環境用來考試OK 可是如果你要開發 尤其你以後要開發像什麼jungle 我們上學期那個 那個就沒辦法了 你一定要用像eclips才有辦法升任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並且稍微再看一下那個204題